今次參觀的單位 互住一家三口 還有工人就遮住一千層單位 聽起來就真的沒什麼問題 但其實副主還養了兩隻貓貓 一起看室內設計師怎樣幫他們規劃空間 一走進來 大廳的空間就感覺很闊落 原來設計師就做了手腳 為了增加大廳的空間感 先把廚房的長身拆掉 令大廳的空間餘生多百多尺去到廚房 同時又為了滿足護主的要求 加設了一張吧桌 除了要照顧護主的喜好 亦都要顧及主持的需要 我在廳某一個位置 設定了一個大概20呎平方左右的空間 下面是用來做一個大型的雜物位 上高就是分配給貓貓作一個休息處 而裏面都有其他配套 例如抽氣線 或者飲水機 都可以給貓貓去使用 主持平時就很喜歡好像現在這樣 跳跳閘 所以室內設計師就在窗邊 加設了草物專用的窗花 防止意外發生 除了加設窗花 選用的地板物料同樣花了心思 設計上我幫他選擇了一些無縫地板 因為護主本身都比較偏好用一些木地板 而這隻地板是比利時入口的 它是耐花耐水 以打理的 適合小朋友 還有一些貓貓 有時比較粗爐一點 都不會有甚麼損傷 至於來到護主女女的房間 看起來好像沒甚麼特別 其實拉開這裏 就是工人姐姐的床 只要把床收回她 護主的女女就有更多活動空間 再參觀主人房的設計 護主就希望以舒服為大前提 所以就沒有太多花巧的設計 只是將陶瓷就改為半開放式作為點綴 採用了一個玻璃的結構 承托著整組的間隔場 包括上面會有雲石 還有後面會有一組洗手盆櫃 而這組設計 當時我們做了重力測試 重力測試大概可以承受到 約280kg左右 來到衣帽間的位置 由於這裏拖門採用了玻璃的元素 所以換衣時就不太方便 現在設計師就加上這桌面 就算護主要換衣時 都可以保持屍印度 一個40呎的衣帽間 就可以將護主的衣物和飾物都收納得井井有條 全屋就是以簡易的設計風格為主 但為了避免過分單調 所以就加入了滲光的元素 單位工程費用大概120萬 主要的費用用於訂製傢俱方面